Zither Harp 地上铺了这么多材质和丝带 在做什么有趣的东西 东远杰到了想要装饰一下家里 增加一点过季的气氛吗 也对,那我也来帮忙,两人一起速度会快一点。 无论需要我做什么,告诉我就好。 好,我就这样拿着装饰球不动,你来寄自带。 嗯,很漂亮。多做几个,把它们排成一排挂在窗户上,感觉会更棒。 往常见的经典款蝴蝶机不够特别,要换一个绑法。 我知道了,你是希望为家里所布置的装饰,每一个地方都能显得非常用心。 那要试试看花式蝴蝶结吗? 我记得这个款式很适合用来包装。 嗯,那你把手伸出来,我在你的手腕上示范。 完成了,感觉怎么样? 非常漂亮,感觉很厉害。 嗯,没偷偷练很久,只是… 好吧,我承认是在冬月节前夕特地做了点练习。 一开始不太熟练,后来才慢慢摸索到一点技巧。 因为我想这样,可以在过季的时候给你一点小惊喜。 嗯,你说得对,话题不应该偏离太远。 那我现在示范结束,该换你来试试看。 如果你愿意,可以拿我来练习。 你回来了,刚好,我做的糕点也快好了。 要试试味道吗? 不是什么冬月节的传统习俗,一定要吃点心。 只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日子里,应该为我们自己定下一些特殊的仪式。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从我擅长的厨艺方面下手会比较好。 哦,整好了,我去拿。 哦,这是刚出炉的,小心烫。 我吹一吹再给你。 嗯,味道怎么样? 洗完就好。 里面加了一碟柚子果肉,我还在担心味道会不会很奇怪。 被你发现了。 嗯。 这的确是我发明的一种创新做法。 因为柚子有着,浮幼安康,团圆美满的寓意。 感觉很适合冬月。 嗯? 怎么突然塞给我? 看我只顾着介绍都没吃,才伸手喂我? 是很贴心,不过比起我所理解的喂这个动作, 刚刚刚更像是直接塞进来,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所以,可以再来一次吗? 嗯,味道的确不错,而且还是你亲手喂我,这让它变得更好吃了。 我突然有别的想法,你想不想听听看? 不是什么过分的提议,就是刚才喂我吃的这一部分,我打算把它加入属于我们的特殊仪式,可以吗? 好,答应我之后我就不能反悔。 以后的每一次,都要像刚才那样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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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